天才黑猩猩小龐 和拍檔牛头犬詹姆斯的 小帮手大挑战 这次小龐他们来到了 这间大型的温泉旅馆 而小龐他们这次 要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呢 哦 原来啊 这次小龐竟然要在这间旅馆里 挑战帮忙服务生姐姐的工作哦 原来光泽先生 为了让小龐能有更大的进步 请旅馆老板娘全力协助 让小龐来旅馆里帮忙 好 小龐的小防守任务就要开始咯 这次的任务就是 在大型温泉旅馆里帮忙偏 把小龐他们交给老板娘之后 工作先生走出旅馆准备回家 其实他是骗人的 他还是要在暗地里守护着两个小家伙 小龐则把皮包交给老板娘保管 穿上服务生的展挂制服 好了 穿袋完毕 马上就要开始帮忙了 在服务生姐姐的带路下 小龐和詹姆斯要开始小帮手任务咯 小龐和詹姆斯首先来到的是 连接整排客房的长走道 大家最想知道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没想到 第一个工作竟然是要小龐把这一层楼 刚办理退房手续的客房 全部都打扫干净啊 服务生姐姐把打扫用的抹布 放到小龐的口袋里 然后 还要小龐用吸尘器把客房的地毯给吸干净啊 好 谢谢 小龐和詹姆斯就这样子被留在长走道的一头 到底他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第一项工作呢 结果 或许小龐觉得詹姆斯帮不上什么忙吧 他要詹姆斯到那头去玩 然后他自己则是 走进最靠近的一间客房 可是 客人刚离开的房间很乱 整理起来会很累哦 于是 小龐先拉开柜子的拉门 把枕头丢到柜子里 接着 他把被套拉起来 放到玄关去 一切都很顺利 原来啊 最近工作先生在家里 有慢慢地在教小龐做些家事 像是如何折棉被啊 还有如何使用吸尘器 所以小龐连床垫都会收哦 一下子都收好了 就在这时候 小龐好像发现了什么 小龐好像发现了什么 那就是 然后来到走道的大窗户前面 然后来到走道的大窗户前面 就再套到了詹姆斯的手上 原来小龐为了不让詹姆斯嫌得发慌 直定给它一条抹布 一边擦窗子 一边玩 我们先来看看回到客房的小棠 正准备要拿吸尘器吸地板 为了打开开关 他必须先把电源插头 插到插座里面才行 只要回想一下在家练习的情况 就一点都不困难了 结果 小棠好像在找电源线呢 对了 把电源线给拉出来 啊 拉过头了啦 小棠 得把插头插到插座里啊 对了 对了 接下来呢 不是这个动物啦 就在这时候 看到突然轰隆作响的吸尘器 小龙震静静静静地烫了过去 没错 得拿着这一桶才能把房间地板吸干净呢 啊啊 可是 可是 没想到小龙震静静 我可以胡闹了 我不可以胡闹了 小龐 把吸尘器的投装回去 终于要开始基地了 不愧是小龐 平日在公泽先生的教导下 小龐是越吸越顺手 终于完成第一间客房的打扫工作了 把床单拿到走廊上 准备前往下一间房间 之后小龐很顺利地 陆续把客房都打扫干净 这时候的詹姆斯则是 没想到他还真是乐在其中 快乐地擦着窗户 打扫完客房的小龐 接着来到了 一座大型的露天温泉 接下来的工作 是把露天温泉的栓子拔掉 胡僧姐姐拿给小龐的 是一根长长的铁钩 因为栓子的位置在热水里面 所以姐用这根长铁钩 来把栓子拔掉 而且栓子上的拉桶 直径只有一公分 要把铁钩从中间穿过去 还真是挺困难的 小龐可以顺利拔掉栓子吗 小龐立刻开始挑战 拔栓子这个任务 就在这时候 成功了 三两下就把栓子给拔开了 露天温泉拔栓的工作也成功了 心情很好的小龐接着又 心情很好的小龐接着又 还有 小龐一 asi 小龐的小龐的任务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按摩